今天我們要玩的是免費最強的第五季 這隻英雄你一定有沒有的話 我送給你 沒有錯就是凡恩 因為我觀眾來信說 BBCC既然是免費最強 為什麼沒有介紹凡恩 沒有問題 這一次的大改版喔 我研究出一套凡恩超強的出裝以及魔紋 你的凡恩魔紋還在用黃色大香蕉 紅色大菊花嗎 在改版之後你一定要帶的 就是我的這個魔紋喔 用了這個魔紋 你就能輕輕鬆鬆大出超高的凡恩傷害 說真的改版之後的環劍條件對凡恩非常不利 這顆是乎怎麼開場就兩次空狙擊喔 我這場非常期待他的表現喔 我們今天就來一起算 他到底空狙了幾發子彈 目前對我是空狙了兩發子彈 反而那隻英雄非常重要 開局就要拼首抽 什麼是首抽呢 就是他頭上的那個黃色的啾啾喔 那個啾啾你只要趕開場能夠抽中金標的話 你就能直接把對手射得滿臉 很多人不知道凡恩的小姿勢是 我知道現在凡恩有分成兩派 一個是物理輸出派的凡恩 一個是魔法輸出派的凡恩 到底哪一個凡恩的大招才能噴人最痛呢 我必須說凡恩的所有技能的物理加成 以及魔法加成都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魔法加成的大招會比較痛的原因 是因為在魔法裝備裡面有個巫妖皇冠 他可以增加魔法攻擊35哈 這真的差非常多 基本上你要玩好凡恩在這個版本喔 因為我看到目前的所有的大神最強 全部最強 都還沒有人帶煉金喔 什麼是煉金 一分鐘讓你多賺100塊 這是不是非常多啊 你只要我存個一千萬個小時 你就能買菫的次元突破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 他不是賺點數啦 賺點數一定大家都帶好不好 如果有個全新魔紋喔 就是裝上這個魔紋之後 你在遊戲裡只要擊殺一個人 就送你傳說對決一點券 你會裝這個魔紋嗎 但是你裝這個魔紋之後 你其他魔紋就會變成灰色 完全沒有效果 你會裝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Gorina不用謝我 我又替你發明了一個超強的魔紋了 好那這時候我們先暫時回補來看一下 哎呦書沒血喔 太可口了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逼我 你再逼我 等一下我就拿鳳梨蝦球噴在你臉上 你們不覺得這個 塗鴉造型的反而那丟技能 很像在丟鳳梨蝦球 好我現在左右有兩個鳳梨蝦球 鳳梨蝦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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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鳳梨 只是蝦球 哈哈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天啊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我旁邊那個夸克是 我覺得他長得比較像是 冷掉的章魚燒 夸克來來我訂住他 一個讓他回來 喔說真的這次改版 很多人也有反應 夸克的鉤子 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的鉤的路徑真的變得好奇怪 悟空一個空大戰 是怎麼樣 這一場所有人都在給我比空招 是不是 那為什麼我推薦大家 新手一定要玩凡恩 凡恩是所有射手的基礎 而且他所有技能 都是鎖定目標 那凡恩的挑戰者技能 你一定要帶的是瞬移喔 因為瞬移你可以貼臉 射他鳳梨蝦球 讓他的臉 噗啾噗啾你 嘿嘿哈哈哈哈 別拿 希望不要被黃標 到底在講什麼東西啊 雖然本頻道有85%的觀眾 都是男性 好了對面的蘇 三發空炮彈喔 全部都空招 該不會是演員來套好招了吧 基本上玩凡恩呢 就是一直在農喔 看一下射手的東西 那有兵線就要去蹭 蹭到你賺錢就對了 因為你有練金的關係 所以有事沒事 就往敵方的英雄 丟個技能打他一下 舔一下防禦塔 就可以賺很多錢囉 好 這個輸我來囉 嗚嗚 那玩凡恩建議的話 還是要用覺醒精靈 再加上這個應該是電污吧 總之就是 攻擊速度塞滿 前期就能把對手煩到爆炸 凡恩對這隻英雄 不要小看他喔 他其實也是有被削弱的喔 我記得之前 黃色的標 被動是跟 你的主動技能一樣暈的喔 現在被動技能 丟出了黃標的暈眩秒數 變得非常少 假如對方要出熱身 其實暫屑 你就會知道這版的凡恩 雖然偏向弱勢 但是也有好玩的地方 他最大的成就感 就是往對手的臉上 噴出白白的 美乃滋吧 你們這群小色鬼 不要給我想外 沒有來亂噴別的東西 好啊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繼續去賺經濟喔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穩穩農的話 基本上煉金就是提供你 一分鐘一百塊的經濟 不要小看這個經濟喔 像凡恩這種英雄 非常依賴著出裝 雷電級還有他的 第二把的那個是什麼 女巫少吧 都是他的專屬輸出武器 所以少了這些武器 就會差非常多喔 當然物理派的凡恩 也有物理派凡恩好玩的地方 像是 台服目前的生態 幾乎凡恩都是玩 魔法系的凡恩 但是呢 你到了越南服這種激素 非常多 人口非常多的地方 物理系的凡恩 竟然是佔大多數喔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外服幾乎所有的英雄 都已經帶上煉金在煉財喔 這絕對是官方要下一個 喔欸 你在裡面扁扁喔 愛麗絲 你在幹什麼 在旁邊看我 你這個小蛇鬼 欸為什麼我剛剛看得到 愛麗絲的視野 我覺得好奇怪喔 可能我們的小兵是蘿莉控吧 可以看到對面蘿莉的位置 太奇怪了吧 真的太奇怪 好了這時候對面呢 呃 對面的 我發現 我最近在那個 傳說對決 討論區看到一篇文章 他說請問一下喔 蘭金 那個字怎麼唸 那個唸稿丸嗎 是稿嗎 稿丸的稿 欸不是 不是 就是哲還是稿 不知道 就是有人問說 蘭鐸到底怎麼玩喔 但是 他不會 他不會打奪 所以打成蘭金哲 我真的是快被他笑死 哎呀 啊 那 小兵塊 嚇到 哎 我的大絕種 剛剛明明就噴出去了 對啦 我是一個紳士 我只對可愛的女性下手 像那種怪怪的單身鬼喔 我是不想理他的 好 我蘇 蘇還在空軍 遊戲時間都七分鐘 你現在只打中我一發臉 你只把你的那個玉米筍 射中我你一把 這樣像話嗎 好 這時候我們過來喔 鳳梨蝦球 鳳梨蝦球 上菜囉 各位 也可以月亮蝦餅 月亮蝦餅 月亮蝦餅 呼呼 哇哈哈哈哈哈哈 太嗨了 凡恩 玩凡恩要做最大的 就是你要有勇氣 跟梁靜茹一樣的勇氣 為什麼這個輸 我看到他在裡面喔 他剛剛在我旁邊 他剛剛在那朵紅色的小花旁邊 愛麗絲又在亂丟垃圾 那我們直接來個環保煎餅小出擊 欸不行 人太多了 先撤退一下喔 把所有的野怪都農 就是你射手該做的事情 除了紅藍buff 如果你農的話 我怕有些心態不夠的射手 會掛網喔 當然如果你看到對面的射手 都沒有再農buff 勇敢的吃過去 哇哇 不要 不要 和平 和平 米老鼠 和平 喔 四面包夾喔 我剛剛沒退後的話 就直接被一波帶回溫泉底 南南泡溫泉 真的太難了 好 這邊呢 我們悟空直接被定住之後呢 哇 我發現對面的失誤 原來是一個打野殺手啊 一直故意不拘我 而且他剛剛超級帥 在塔下一個往後大絕 想要職業學手修一波 結果跑進草叢裡 他給我去拘小兵 哎呀 好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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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在這邊呢 直接噴了一個 他滿臉的番茄醬之後 暫時先撤退回補 基本上呢 凡恩的續戰力真的是非常弱 物理系的有些凡恩 會出撒旦之風 但是魔法系的凡恩呢 追求全輸出 我們就是直接全歐一魔法就對了啦 有些玩家可能會說 BBCC四綠書一黃冠了 沒有錯 那個很猛 很大 很立體 但是 我在講什麼 哈哈哈哈 哎呦 先跑隊數 米奇上身米老鼠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太可怕了 哇呦 沒血了啦 都 都你們害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反正這隻英雄 怎麼那麼好笑 反正這隻英雄 其實造型也非常多 我最喜歡的造型是 那個叫做 銀桶伯爵 銀桶 瑟瑟的小男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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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取到 銀桶伯爵 天啊 這隻 呦 呦 啊 大發射 哈哈哈哈 這名的埃莉絲 一定很莫名其妙 因為夸克明明要拉的是藍金稿啊 為什麼會拉成埃莉絲呢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輕輕鬆鬆 嗚喔 這就是農經濟的凡恩 玩所有射手 你要看任何實況主修 或是你要殺很大 最主要的關係 就是跟你的經濟有沒有關係 其實我想拍一個企劃 可是 我認為這個企劃在傳說對決 目前 應該是超級難 我想要拍 五個最貴的傳說對決造型 我目前有想到很多英雄欸 你知道嗎 像是次元的特爾安納斯 次元的錦 中路的話 應該是羅兒的什麼神血 神血豹子頭 就那個很貴羅兒的造型 凱撒路 欸 有點忘記 不過悟空五級外送 一定要有的喔 還有誰喔 凱撒路誰的造型比較貴 所以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 都忘記是誰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跟著隊友一起推進去 我想起來了啦 是那個會搖屁屁的愛你 那個叫什麼造型 什麼文藥喔 我也不知道喔 什麼 我不知道喔 那個造型我以前都會叫他 珍珠清茶半糖掃兵 因為名字真的太難記了 為什麼我血少不用回補呢 我稍微跟你說一下 因為對面的蘇 我狙擊完全打不中喔 跟蘇對線喔 就是一直左右六百 鳥屁股就對了 好 在這邊呢 我們就輕輕手衷 要躲蘇的技能喔 不然完蛋的就是你 哎呀的射射射 哇 好 丟了一個番茄醬之後 今天的鳳梨蝦球 我們可以說是 出菜成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這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喔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